人在下班的路上捡到一只小猫 正准备抱着他回家 却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没注意到身后行驶来的汽车 一切都发生了很突然 当他再次睁眼醒来的时候 发现他附身到了别人身上 对于这副身体原本的主人来说或许很不公平 因为这里有着一对非常爱他的爸爸妈妈 对此他非常愧疚 而他的父母在小镇上经营了一家酒馆 为了不破坏原主家庭之间的和睦 他每天顶着这副身体在酒馆里帮父母干活 接待客人顺便在打打杂物什么的 但作为一个现代人 他哪经历过每天要干这么多粗活 可能老天也认同了这个善良的女孩 便悄悄给他送了一个礼物 而那个礼物就是 他能和动物们愉快地聊天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他也逐渐开始理解这些小家伙们内心的想法 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也由内而外地感到开心 但在一个下午 偶然间听到了客人们的谈话 说是皇帝养了一只黑豹 但貌似好像生病了 皇帝将民间所有厉害的兽医都请了个便 竟然都说黑豹没有任何问题 貌似就像人一样得了什么心病 几天几夜都没吃一点东西 为此皇帝还特意下了悬赏书 要是谁能为他治好黑豹 那将会为他实现一个愿望 女孩听后心动了 那不就代表着财富和权力都可以实现了吗 于是他慢慢走进那几位客人询问 皇帝真的在找人治疗黑豹吗 坐对面的独眼男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因后他竟显露出一副得逞的样子 因为他不仅能和动物们沟通 前世他还是一名兽医 哦对 介绍一下 他叫玛丽亚 卢维林 身体上是一个平民家酒馆老板的养女 灵魂却是个21世界的现代人 甚至他还能和动物们说话聊天 但对这里的文字一窍不通 因为这里是一个男尊女卑的世界 女性想要成为学者在这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一条通往名誉 财富和权力的高速公路摆在他面前 为此他才必须要治好那只黑豹 可他在写好推荐信后 却不知道该怎么向父母解释 但他那有心事的样子又怎逃得掉当父母的眼睛 妈妈走到玛丽亚面前 问她是有什么难处吗 玛丽亚激动地说她想出去旅游 老两口有些吃惊 玛丽亚都认为没戏了 爸爸却告诉她 若你是有要想去做的事情那就去吧 妈妈也无条件选择相信了丈夫的决定 也相信了女儿的做法 她问玛丽亚有想去的地方吗 她高兴地表示还没决定好具体位置 总不能直接告诉妈妈自己要去救皇帝的黑豹吧 而从这里坐船到皇宫需要15天 再加上单个几天来回就得一个多月了 她不想让爸爸担心 便说了很多安慰爸爸的话 而这也将是她第一次离开这个家 正想着什么时间离开 就在楼梯上碰上了一个棘手的存在 她叫罗斯 是玛丽亚的妹妹 当玛丽亚刚醒来的时候 她哭得梨花带雨 生怕姐姐有什么三长两短 就算是母亲没空照顾玛丽亚 都是罗斯寸步不离地护着姐姐 就当玛丽亚认为他们姐妹俩非常相爱的时候 却没想到罗斯在妈妈离开后立马发问了 她认为玛丽亚身为养女却得到了太多 妈妈对她的爱甚至超过了身为亲女儿的自己 所以罗斯一直想用这道身份来欺压姐姐 但今日不同往日 她要让罗斯这丫头长长记性 因酒馆的夫妻意外捡到一个孩子 却在抚养女孩长大的过程中 疏忽了对他们亲女儿罗斯的感受 年幼时期的罗斯 曾多次被同龄的孩子调侃 调侃她姐姐身为养女 却胜过身为亲女儿的她 这使得她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扭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发现姐姐变得越来越优秀 就连爸爸妈妈也会给予她最温柔的宠爱 极度的种子从此埋进内心 她开始变得无理取冒 可即便将一切坏事都指向玛丽亚 妈妈也从不会批评姐姐 她不能理解 为什么妈妈每次都会温柔地包容姐姐 自己才是他们的亲女儿啊 这导致她更加讨厌玛丽亚 妈妈又何尝不知呢 她对两个女儿都非常看重 但玛丽亚终有一天会离开她们 只是想在离开前让她多感受些家人的爱 或许妈妈的做法有些自私 但对罗斯来讲 那种话里带着纯粹不带一丝虚伪和利用 她很感谢上天赐予了她这种能力 小狗也由心地感谢她能和玛丽亚成为朋友 不久之后 玛丽亚和爸爸妈妈做了简单的告别 就踏上了前往异乡的帆船 妈妈在心中诚心地祈祷 祝愿她一定要平安 而这也是玛丽亚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出门 一路上动物们都在热情地跟她打着招呼 令她没想到的是 前世住在沿海城市的她 居然会在这里运船 而路程还有很长的时间 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此时船上的一名伙伴前来关心她 你还好吗 她抬头看去 发现是一个不论长相还是身材都非常哇塞的帅哥 男人名叫杰德 二十岁 他想要照顾玛丽亚 并希望她能和她结伴性 可玛丽亚的防范意识很高 表示她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男人却突然靠近仔细将她打量起来 紧接着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枚药丸 这让玛丽亚的警惕性加重了几分 于是便拒绝了对方的关心 杰德看出端倪 便打算将一颗药丸吃下以正清白 玛丽亚有些愣神 就这么当着她的面将那枚药丸吞了下去 男人露出一个真诚的微笑 现在能相信我了吧 紧接着再拿出一枚药丸 玛丽亚会怎样选择呢 林皇帝曾许诺过 谁要是治好了她最心爱的黑豹 那将实现她一个愿望 能听到动物心声的女孩 竟为了拯救黑豹独自一人踏上了遥远的旅途 而这也是她第一次来到外面的世界 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她竟然会晕船 当她正抱怨着没带晕车药的时候 一个名叫杰德的男人出于关心走到她的面前 并给她递来一枚神秘的药丸 可玛丽亚的警惕性很高 二来她也不想无缘无故就受别人的帮助 于是便礼貌性地回聚了男人的关心 谁料杰德却会错意思 认为玛丽亚把她当成了坏人 她二话不说 当着玛丽亚的面吃下了一枚药丸 以此来澄清自己并没有恶意 玛丽亚见状也不好意思再拒绝 看着女孩放下了一些戒备 杰德便一脸热情地邀请女孩去船里做作 当得知女孩才16岁的时候 杰德问罗斯道哈尔德有什么目的 没错 玛丽亚对杰德没有完全放下戒备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她说了妹妹的名字 因为外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还很陌生 可要问她去哈尔德做什么 她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杰德见状为她推荐起了皇室的宫殿 因为那个地方看起来非常宏伟而壮观 她每次进去都会被那里的景色所惊艳到 这时玛丽亚提了一嘴 看样子你很了解那个地方 杰德也没有丝毫隐晦 告诉玛丽亚在那里她有很多皇室的朋友 玛丽亚听后试探心地问了一句 那你认识皇太子吗 谁料杰德不仅认识 而且和皇太子还是很好的朋友 但一提到这个 杰德就感到一阵烦恼 因为皇太子最爱的黑豹生病 甚至前段时间已经失去了胃口 她的那个皇太子朋友担心了要命 玛丽亚有些震惊 她不敢相信眼前之人和皇太子的关系 竟然如此亲密 而且对方看着也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 杰德却发现玛丽亚听皇太子的故事听得入神 静随口说出一句 你要是对我有这一半的迷恋该多好呀 谁料这个家伙聊完就不管了 回到一本正经的样子告诉玛丽亚 之后要是难受了就捏住手腕的这个位置 那样会让你变得好受一些 紧接着掏了掏口袋 将一个装满了晕车药的袋子交到玛丽亚的手上 玛丽亚认为这太贵重了 只需要告诉她再拿买了就行 杰德却告诉她这个是买不到的 因为这是她托一个朋友特别定做才有的 可玛丽亚不想平白无故就收下别人的东西 正想给一些钱当作报酬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了一个凄惨的声音 她很清楚 这是一只动物正在求救 作为是动物为朋友的她奋不顾身 将那扇门推开之后 发现一个男人正准备伸手向地上的狗狗打去 玛丽亚生气地拽紧了拳头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快住手 男人却让她少管闲事 杰德健壮立马将狗狗护进怀里 吵架的动静很快就吸引来一片吃瓜群众 玛丽亚却丝毫不打算退让 她认为男人的行为非常可耻 你居然会伤害一个弱小而无辜的小动物 此刻男人顿感不妙 恰好这时候男人的妻子来了 她不明白为何这里拒马人 可当她看到心爱的狗狗一副惨状的样子时 她顾不上思考几个人群 直奔杰德面前将狗狗夺过来护在怀里 她问丈夫狗狗怎么了 男人竟毫不支持说出可能是她晕传的这种话 女人听后心里一顿自责 早知道当时就不带你出来了 而知道真相的玛丽亚在一旁无可奈何 直到听见狗狗内心对男人的抗拒 她决定为狗狗做些什么 狗爱主人的表现 或许只是想永远地陪在主人身边 虽然她的生命很短暂 但她终于主人的真诚致死都不会磨灭 可突然有一天 一个男人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 因为夫妻生活上的不美满 男人便将一切问题都放到了她的身上 从此她便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女主人面前生活 可是 她的身体终究还是太弱小了 幸运的是 今天这里有着一个能听到她内心真实想法的女孩 而且毅然决然地决定出手帮助她 女孩表明自己是一名专业的兽医 可有人却对此产生了质疑 认为她这么年轻不会有所才能 谁料她仅是轻微检查了一番 就诊断出狗狗有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她不受控制的呕吐或小便的迹象 还有眼带下凹陷的部分 都表明了她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女人听后难过地抱起狗狗 她认为是她的疏忽才导致她变成了这个样子 她应该听丈夫地把她送到乡下去 谁料玛丽亚即刻便听到了狗狗的抱怨 说那根本不是她的错 她也不想离开女主人 并在内心不断地祈求有人来帮帮她 玛丽亚听到后急忙走到二人面前 表示自己能仔细检查一下吗 说不定能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好在女人非常温柔 她也想让狗狗变得活泼起来 谁能想到玛丽亚竟当众俯下身来 和狗狗谈起了悄悄话 狗狗却有些吃惊 怎么这个人类能听得懂我内心的想法 但她决定相信女孩 便将一切真相都告诉给了玛丽亚 玛丽亚在得知真相后 立马将罪魁祸首指了出来 是您的丈夫 她想要抛弃狗狗 女人闻眼转头看向自己的丈夫 男人却慌乱地觉得玛丽亚在说谎 就凭外表上认为她的资历非常一般 这种专业领域的是怎门得到她来辩解 说话间便将一个杯子里的水朝她泼去 谁料杰德突然出现挡住了男人泼出去的水 这让玛丽亚的内心为之一产 急忙拉着对方的手关心起来 可真小子吧 竟然在这时候抛起头发耍起库来 这让玛丽亚好不容易 对她梳立起来的一点好感瞬间消失 杰德压根美鸟一旁的男 自顾自地说玛丽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她的举动使男人更加生气了 指着她阴阳怪气地问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杰德丝毫不惯着对方 无论你是谁都没法改变你犯了错这件事 谁想到对方静激动地抓住杰德的衣领 质问他有什么证据说他有罪 而杰德在争吵开始的时候就发现了异常 并且在上船的时候就发现了男人偷偷做了异常交易 本以为他在非法走私什么 原来只是想雇人把狗带走而已 而且那些证人很快就被侍卫抓住带了什么 被说出实情的男人愣住了 他的妻子也没想到丈夫会对他心爱的狗狗出手 男人当场勃然大怒 他认为自己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幸福风向 认为妻子把狗狗看得太重 让他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生孩子的事情 地旁吃瓜的两人脑袋空空 没想到会吃到这种大瓜 玛丽亚也不得不佩服他能在大庭广众下说出这么羞耻的话 可他从狗狗的内心听到了更大的瓜 女人生气地盯着男人 妈的你不才是问题的关键吗 男人被妻子的这句话怼傻了 紧接着他就到出了真相 因为男人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软世子 而这 小鹿一开始很讨厌你 现在由我诚心地向你道歉 等到第二天 玛丽亚在甲板上吹着海风 狗狗的主人诚心地来向他道谢 多亏了他的帮助狗狗才能恢复得这么快 对于女人的道谢 玛丽亚只是认为 您的狗狗就像是一位出色的骑士在保护您 当然他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他却认为 玛丽亚能为动物们做到这种事情非常不可思议 他的话让玛丽亚想起自己的目 他只是想去治好国王的黑豹后得到一个丰厚的报酬 但他从没想过在这个世界成为一名合格的兽医 正当他思索之际 杰德的出现打断了他要想的事情 他找上玛丽亚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你 听到动物心生的女孩 决定用自己的能力去治疗皇帝最心爱的宠 为此他独自踏上了漫长的旅行 他在途中相识了一名叫做杰德的男子 不仅为晕船的他送上关心 还和他一起拯救了一个弱小的生命 可当一切事物处理好后 杰德找上玛丽亚 他将船即将行驶到一个小镇的事情告诉给了女孩 那里是一个繁荣的补给站 不仅能买到各种珍贵的礼物 还有数不尽的美食可以享用 玛丽亚听完后兴奋地像个小孩子一样 当他询问到是否能下船游玩的时候 杰德诚心地向女孩发出邀请 能有我亲自为您做向导吗 然而对于杰德的邀请 玛丽亚只是笑着表示 他只要到离船不远的地方逛逛就行了 实际上这也仅是他对杰德的提防 可当他看见杰德失落的表情时 不由地想到那时候 他奋不顾身挡在自己面前的样子 虽然他们才认识了几天 但这个男孩对他所表现出来的关心是实打实的 于是他改变主意答应了杰德的邀请 玛丽亚突然转变的态度让杰德老脸一红 不久之后船便抵达了港口 很多客人都趁机下船转换了一下心情 玛丽亚则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完全没把杰德的介绍听进去 那些从未见过的小道 还有小摊上摆放的各种首饰 都让这个灵魂来自现代的女孩眼前一亮 杰德见玛丽亚这么开心他也很高兴 打心里的觉得这趟来得不亏 玛丽亚却为此叹了口气 因为他这次出门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等事情结束后他就得急迫地回家 所以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以休息的机会 他要在有限的旅行中留下些美好的回忆 可以回头看去 杰德已经愣在原地像个木头庄子一样 因为那纯粹甜美的笑容深深触动了少年的内心 反应过来后玛丽亚已经牵住了他的手 拉着他看了各种演出 品尝了许多在家乡没吃过的美食 兴奋地逛了大半天后 好奇宝宝终于走不动了 唯一可惜的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手机 不然他可以留下许多具有纪念价值的照片 想买个项链当作纪念品吧 这个地方的物价像是在打劫一样 就在这时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只小猫 小猫友善的举动让杰德认为 玛丽亚似乎非常受动物们的欢迎 他这么想玛丽亚也能理解 玛丽亚听后则是给杰德科普起来 不可以随便给小猫吃东西 不然他会拉肚子不舒服 谁知脚下的小猫看了眼一旁的肉骨说道 别费尽了老兄 那些东西一看就不好吃 玛丽亚当即决定给小猫上一堂课 他问老板 你这有不加香料或防腐剂的牛肉感吗 如果有的话请给我三块吧 老板见客人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还特意给了玛丽亚优惠 谁料他正准备付钱的时候 身后的扒手飞快地从他手上抢过钱袋 并迅速钻进人群之中 一句国粹从玛丽亚口中脱颖而出 杰德听到动静立马起身 一点眉墨迹朝着小偷追去 玛丽亚则喘着大气跟在后面 等再次追上去时便看见前面围满 杰德已经将小偷抓住 就在杰德转头之际 他的旁边出现了一个扒手的同伴准备偷袭 可这种歪刮裂枣根本不是杰德的对手 杰德一脸歉意地将钱袋还给玛丽亚 他认为是自己的疏忽才让扒手有了可乘之机 玛丽亚好奇你为什么要道歉 你可是个救星 没有你在的话我可能会打到特别苦忙 杰德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 他让玛丽亚自己先去船里等他 他要将这两个家伙交给当地的警局 并承诺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就在那天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杰德 还拥有和动物沟通的能力 为此他不惜踏步千里 也要到皇宫为一只黑豹看病 原因是皇太子最爱的宠物绝食了 而他找遍了世间所有的兽医 黑豹的情况也并未发生好转 没办法他只能将消息传播到整个大陆 并许诺谁要是治好了黑豹 那他将无条件实现那个人的一个愿望 可当玛丽亚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却在门口被看守大门的士兵拦住了去路 他们不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 有为黑豹治疗的才能 玛丽亚则是诚心地解释着 他真的是一名合格的兽医 可士兵们却对他的回答产生了质疑 突然他的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 一位看似十分成熟稳重的男人出现在他面前 从士兵们的反应让他理解到 这个男人的地位应该很高 随后男人开口询问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给黑豹治病的吗 玛丽亚则是肯定地回复 我有九成的把握能治好殿下的黑豹 男人仅是思考了片刻 便带着玛丽亚进入了一个大豪宅 等来到一个房间后 他们先是热情招待了玛丽亚 紧接着男人对一旁的侍女交代了什么 侍女便立即离开了房间 随后男人就到出了其中的原因 他不能只是相信玛丽亚口中的话 因为期间也曾来过许多兽医 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没能为黑豹的治疗起到丁点作用 甚至为皇太子带来了不少麻烦 为此他们想要测试一下玛丽亚的能力 如果不能说出这只狗狗目前的身体状况 或者诊断出错误的结果 那他将面临严重的惩罚 玛丽亚听后看向身下的狗狗 他发现狗狗很健康 身上的毛发也很有光泽 但他趴着的样子又像是身体不舒服一样 紧接着他就听到了狗狗的抱怨声 这些人类总是将我交给陌生的人抱来抱去 老是这么随意地抚摸我真是感到厌倦 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睡一会觉吗 玛丽亚听后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他告诉男人 这只小狗非常健康 他的疲倦也只是因为他的懒惰导致的 就像有的人不喜欢运动一样 每只狗狗也有着各自的性格和偏好 男人听后叹了口气 不出意料玛丽亚通过了测试 随后他便跟着男人一起前往了皇太子的房间 一路上他给玛丽亚提到了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皇太子不喜欢吵闹的人 吩咐他做好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其他的只要不越界就行 听完后他便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和他要拯救的黑豹就在这里 而且马上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于是他不断地给自己加油打气 等走进房间之后 他终于见到了黑豹的主人 也就是帝国赫赫有名的皇太子殿下 但令他吃惊的是 他从酒馆的客人口中听说过皇太子的样貌 谁知道他比想象中的还要帅呢 地旁的男人及时提醒了还在放花痴的他 反应过来的玛丽亚优雅地做着自我介绍 我是来为您治疗黑豹的兽医 谁料皇太子竟丝毫没把他放进眼里 认为他这样的女孩来这里也只是浪费时间 可他竟然敢大声说出自己的目的 只要殿下发誓我治好您的黑豹之后 您能满足我的一个愿望就行 地旁的男人认为他这是对皇太子的不敬 谁料皇太子听后不仅没生气 反而对他治好黑豹的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向上帝发誓 等你治好黑豹之后我会实现你的愿望 之所以玛丽亚让皇太子发誓 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相信他们的上帝 如果谁违背了对上帝的誓言 那神明便会降下诅咒影响之后的每一代子孙 就连国家的皇室也不会轻易许下承诺 这也因此看出来皇太子是真的为他的黑豹感到担忧 可当真的看到黑豹之后吧 玛丽亚害怕的手都在颤抖 这可是一只活生生的猛兽啊 这气势像是要分分钟把他生吞了一样 他搞不懂为什么会有人把这种生物当作祖 但他还是试着和黑豹进行沟通 你最近吃的不多 殿下为此非常担心你的健康 我是他的朋友 所以你不必害怕 我们能谈谈吗 黑豹听后竟然真的乖乖做好 这也让玛丽亚松了口气 可随后他听到黑豹的心声他人傻了 原来是黑豹的嘴疼所以才一直没有进食 这也意味着他要将手放进这只猛兽的嘴里检查 这个动物界最快的猎手 此刻却在一个女孩面前变成了一只听话的大猫咪 因为这个女孩不仅能听到他内心的想法 而且还是一名出色的兽医 为了能吃到心心念念的食物 他不得不配合女孩的一切要求 可在玛丽亚听到他内心的诉苦时 他人麻了 因为黑豹厌食的原因竟然会在他的嘴里 为此他必须撬开他的嘴巴检查才行 可这毕竟是一只猛兽啊 稍不注意就会被他撕成碎片 他突然想到 你们这有镇定机吗 谁料管家听后一脸茫然地问他那是什么 他忘了这里可是一世界 但他可不想再死一次了 于是玛丽亚便和这只大猫咪商一起来 我可以帮你治好口中的伤口 让你再次吃到鲜美多汁的肉 而且我也是这里唯一能理解你的人 但若是你不相信我该怎么办 黑豹闻眼转头看向自家的主 好似在祈求他不要让这个女孩走的样子 读懂氛围的玛丽亚立即提出要求 疗伤前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因为伤口在口腔内你会变得非常凝固 治疗的过程中又会伴随着些许疼痛 你答应不咬人我才能开始这个过程 不然我就立即离开这个地方 黑豹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也不想咬为他解决掉麻烦的人 玛丽亚听后激动的确认了好多遍 之后他就已不能好好排查为由 让皇太子将黑豹从铁笼中放出来 皇太子也确认了很多次 你真的确定要我把他放出来 因为那时候他并不能保证玛丽亚的安全 管家对此提出意见 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他又只能服从皇太子的命令 他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铁笼被打开的一瞬间 黑豹只是从铁笼中静静地走路出来 然后女孩就和这只家大号的猫咪打起了招呼 这一幕惊呆了一旁的皇太子 紧接着女孩就为黑豹检查起身上的各个地方 因为他要装作不知道黑豹的嘴里有问题的样子 不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 可当黑豹张开血喷大口的时候 玛丽亚发现事情貌似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黑豹的口腔中已经有一块肉发生了严重的浮住 玛丽亚不禁捏了把汗 若不及时处理的话是会引发新的问题 可皇太子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因为先前从未有人跟他提起过黑豹的嘴里会有问题 他能这么想玛丽亚也能理解 毕竟哪有疯子会去看一只猛兽的嘴巴呢 但事实就摆在眼前 您不也亲眼看到了浮种的地方吗 皇太子被堵得无话可说 玛丽亚见状说了一大堆治疗黑豹所需要的药材 皇宫办事的效率很快 玛丽亚没过多久就做出了消炎的药物 只要将这个放进嘴里就行了 黑豹听后乖乖张开那血盆大口 玛丽亚却是怎么也下不了水 他将涂满耀尼的木棍递到皇太子面前 他认为这个过程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 不如让皇太子亲自来帮他处理伤口 其实也就是他胆子小才会这么说的 皇太子闻言接过木棍 利索地将带有耀尼的部分伸到黑豹发炎的底部 之后如同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安慰着黑豹 等到事情结束之后 玛丽亚告诉他黑豹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恢复 皇太子认为这个时间太漫长 玛丽亚却一刻都不想等 他想知道殿下什么时候能实现他的愿望 不料皇太子却告诉他 在黑豹彻底恢复之前他都不能离开这里 让他先住在城堡里暂时生活一段时间 还做梦都想不到 他有一天会在皇宫里的大床上醒来 而且每天还有专属侍女伺候着 就连用个香水都能有几十种选择的存在 这让来自偏远乡村的他很不适应 原因还得怪皇太子那个老六 一天前 玛丽亚治好了皇太子心爱的黑豹 即将成为妇婆的他却收到了皇太子的命令 因为黑豹的伤口彻底恢复需要一周的时间 他怕在此期间出现什么问题 便让玛丽亚在黑豹痊愈前都不能离开皇宫 他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女 哪敢跟皇太子说一个不字 为此他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而且还担任起了照顾黑豹的任务 何况这位禅使官长得那么帅呢 可才第一天他就后悔了 搞不懂当时他为什么要许下那样的沉默 正当他对此烦恼时 是女长恭恭敬敬敬地来到房间 并说出了皇太子要请他一同用餐的事情 文言他眼里冒着光 难道他想好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可现实却是 他哪见过这么多美味的菜肴啊 实现愿望前那不也得先甜饱肚子 皇太子见他疯狂干饭的样子不禁吐槽吧 是女士忘记给你送饭了吗 他还从没见过谁吃饭跟黑豹一个样 场面顿时有些尴尬 谁料皇太子率先打破沉默 就因为他在第一次见到玛丽亚的时候 心里就有一股莫名的感觉 认为他不像是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的人 因为他是亲自养育那只黑豹长大的 然而却在失控时 他竟会扑向身为主人的自己 可在玛丽亚来到这里之后 他不仅有着轻松驯服黑豹的能力 而且迅速诊断出问题的所在地 一切都让他认为玛丽亚不简单 这话让玛丽亚的内心为之遗产 因为他一直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他并不是这副身体原本的主人 对此他决定不再隐瞒 将自己能听到动物心声的事告诉给了皇太子 皇太子却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他认为女孩是在跟他开玩笑 反应过来的玛丽亚也是羞红了脸 这种话说出来一般没人会信的 于是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 表示他从小就很喜欢动物来着 这时皇太子突然问他 你不惜一切想要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关于这点其实也很简单 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他 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回到原来的世界 可在尝试找了几个月回去的办法之后 他始终没能找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 最后无奈他只好决定在这里先生活下去 他想凭借前世兽医的经验在这里建立一家医院 因此他需要足够的财富和土地来实现这个梦想 可这个老六光是嘴上答应的很利索 脸上却像是一副心疼把钱花多了的样子 他只是让玛丽亚先安稳的在这里居住下来 说完后变头也不回的就摔门而去 不知不觉变过去了六天 玛丽亚和大猫咪如往常一样在树荫下乘凉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他和黑豹慢慢成为了朋友 而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照顾他 他告诉黑豹自己即将离开这里 黑豹却对此表示不紧 玛丽亚还以为是大猫咪舍不得他 谁料黑豹却告诉他 今早黄太子就将以后照顾黑豹的重担 全都交给了玛丽亚 听后他急匆匆地赶到黄太子的办公室 黄太子对他的到来并不感到惊讶 并自顾自地说为他在二楼准备了更华丽的房间 搭在两天后就能将他永久居住全的手续办下来 玛丽亚听后生气地质问黄太子 因为他从未说过要留在这里 黄太子没料到玛丽亚对他的安排会如此抵触 难不成要让你做我的贵妃你才肯满意吗 帮女孩实现愿望 男人竟要他当自己的媳妇 女孩却对此无法接受 因为她的愿望是开一家宠物医院 所以必须拿到一块土地的使用权 为此他才不惜踏过千里也要来治好黑豹 谁料黄太子却告诉他 土地基本上都是皇室在管理 而赐予他人部分土地的行为一般都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 或者是和皇室合作的商人才有使用的权利 但他曾发过是一定会实现他的愿望 因此他才让玛丽亚成为他的皇妃 只有这样才能走后门实现这个愿望 这样做的后果也可想而知 但玛丽亚如果不能接受这个提议 也就意味着他永远都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黄太子也不想因此限制玛丽亚的人生 便想到另一种方式来代替他的愿望 玛丽亚听后利马来的精神 他想雇佣玛丽亚成为皇室的兽医 不仅为他提供建设医院所需要的土地和各种费用 并开出每月三百万的工资 到时候他想养多少动物都可以 玛丽亚听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地旁的管家健壮立马递上一个厚重的箱子 打开一看 这哪是钱呀 这分明就是一打打金条 他没想到皇太子这个老六竞会这么大方 皇太子健壮再次诚心地感谢他治好了黑豹 也由心地期待他和玛丽亚的合作 此时的玛丽亚则是被金主爸爸的魅力否则服 完全顾不上对方在说什么 只想赶紧把这份合同签完 等一切处理完后 皇太子将黑豹放了出来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陪过黑豹散步了 当来到花园时 地旁陌生的景色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用想他也知道那是玛丽亚的节奏 之后他便在那个地方坐下和黑豹玩耍起来 看着眼前的黑豹让他不经意间想到了玛丽亚 还有过去的种种心酸 在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还不是皇太子 那时他还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在国王意外死在战场上之后 他的父母顺位坐到了下任皇帝的位置 势力对救皇后的支持 直到他母亲诡异的离世 让皇宫里的大臣们认清了现实 他们认为下任法定继承人不该是女性 而他的父亲又只有他这一个孩子 在贵族们强烈的支持下 他成为了皇太子 从此男尊女卑的帝国就此诞生 在那之后救皇后对他百般针对 甚至为了让他出囚 他安排了很多女孩来和他相亲 无一例外最后那些女孩都选择了除他以外的男孩 这让他年幼的内心遭遇了不小的打击 时间久了之后 他甚至做到了心中无女人的地步 可在他看到玛丽亚拐弯抹角拒绝成为他皇妃的时候 他竟然由心地感到开心 他把那个当成了误解 认为这个女孩很特别 他坚信玛丽亚能为这里带来欢声笑容 而成为小富婆的玛丽亚 此刻心情却是无比的激动 他想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爸爸妈妈 于是他向侍女找来笔合纸 把最近他所经历的好事全都写进了信里 并寄了一些金币回去 等一切都处理完后 他也趁着这次出门的机会在城里闲逛起来 不久便发现了一处美丽的风景 正当他感慨之际 却在身后听到了动物的求救声 让女孩留在皇宫 皇太子不惜每月花费三百万 也要雇佣他成为皇室的专属兽医 并承诺为他建立一家医院 但在医院完善前 他都要负责照顾黑豹的生活 女孩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殊不知这将是他改变命运的一个选择 在那之后 玛丽亚好不容易空出时间来到城里散步 却又在一个装满杂草的推车里发现了动物的求救声 待他将杂草扒开 里面居然是一只肉糊糊的小鸟 而且左边的翅膀好似受了伤 善良的他便决定将它带回皇宫里疗伤 恰好他再回到房间的路上 遇到了侍女长莫林 玛丽亚便让他准备些治疗伤口的草药送到房间 可在玛丽亚为小鸟处理好伤口之后 谁料这小家伙居然赖着不走了 没办法他只好将小鸟留在身边 并为他取名路里 回过神来的玛丽亚让路里留在房里把他 路里则是好奇他要去呢 当听到玛丽亚要去喂黑豹的时候 路里对此非常兴奋 因为他从未听说过这种动物 他跳到玛丽亚的手上 祈求一定要带他去看看这种动物 玛丽亚则是一头雾水 因为黑豹可能会吃掉他 最终在玛丽亚的一番解释之下 路里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 那就是不能离开他的肩膀 等到玛丽亚来到黑豹的房间 黑豹便立马开始斥责起他迟到的事情 玛丽亚刚想解释什么 就恰好对上了黑豹那副要吃人的样子 见状他立马为黑豹送上鲜美多汁的肉 此刻黑豹却注意到他肩上的小家伙 以为这是玛丽亚为他准备的典型 玛丽亚连忙说这是他的一个朋友 刚想为黑豹介绍一下 就发现路里已经不见了 等发现时路里已经钻进了黑豹的笼子里 也不知道他这小脑袋里装的什么 他竟然想和一只吃肉的大猫咪做朋友 这天真的模样使得黑豹放下力爪 因为他长时间被关在铁笼里 所以他也想能有个朋友一直陪着他 于是在玛丽亚的见证下 这对不成比例的动物成为了朋友 直到夜幕降临 他都还在回忆白天发生的那些事 这时路里犹新的发出疑问 那只大猫咪为什么叫我点心 玛丽亚被这问题问得不知所福 因为当时黑豹一直这么叫他 而且他也一点都不害怕黑豹 只好解释说那是在夸你长得可爱 路里闻言开心得不得了 玛丽亚则是大脑已经死机 谁料路里听后竟认为黑豹是喜欢他 才会这么一直夸他来着 玛丽亚好奇他这和花生一样大的脑人 是怎么理解成这样的 等到第二天 玛丽亚照常喂好黑豹之后 路里却站在窗台前久久不愿回到房间 玛丽亚好奇他这是怎么了 谁料这小家伙问他 难道是自己很好看吗 这次黑豹又称呼自己为灵石 也就是他认为我很漂亮对吧 滚眼马屁大师玛丽亚立即上线 这也断定了他要在合适的时机 将真相告诉给路里的决心 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玛丽亚在皇宫里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而在今天 他从大管家那得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东西 因为最近他有一个特别想做的事情 于是便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 他带着黑豹来到花园 刚一进来就开始四处打量 等到四下无人他才将那个宝贝掏了出来 而那个宝贝则是 一条劣质版打底裤 因为这段时间他躺了太久 以至于他想在空闲的时间里锻炼一下身体 所以才会向大管家索要布料 亲手缝制一条打底裤 作为一个灵魂来自现代的女孩 运动时打底裤那可是必备的 地旁的黑豹显然对他怪异的穿着丝毫不感兴趣 他更在意的是路里今天怎么没来 玛丽亚文言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 他在房间睡觉来着 怎么 你是想念他了吗 被戳穿心事的黑豹立马否认了起来 他觉得玛丽亚是个奇怪的人 就跟他那奇怪的服装一样 玛丽亚则是敢跟黑豹打包票 哪怕贵族们得到这条裤子并得知作用后 那也是一件相当炸裂的消息 别人炸不炸小鹿不知道 但黄太子肯定是第一个先炸的人 他本想来找玛丽亚商议一件事情 可谁曾想就看到了这么一幅画面 还头一次试图将打底裤外穿 却不料被黄太子看了个一清二百 活了二十年 他哪见过女孩的打底裤呀 于是便询问他这是什么 玛丽亚连忙将裙子放下来遮住 表示这是只有运动时才会穿的裤子 黄太子听后也没再多问 只是让他今天休息半天 因为他有重要的是要找玛丽亚商议 等来到房间之后 黄太子想让玛丽亚帮他一个忙 皇家舞会即将举行 他想邀请玛丽亚做他的舞伴 玛丽亚听后有些吃惊 因为像他这样的身份应该不会找不到舞伴 更何况他压根就不会跳舞 可黄太子选他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皇后有一个候选人要为他担保做新娘 他在竭尽全力去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今年有人看到和他跳舞的话 长老们会逼迫他和那个女孩结婚 而那个女孩正是救皇后的女儿 罗沙丽亚皇女 玛丽亚不敢想象救皇女上位之后 这个国家会陷入怎样的困境 于是他便答应了皇太子的邀请 但他希望皇太子能保护好她 他并不想成为他操纵政治的牺牲品 皇太子不仅答应了他的条件 还承诺会为他提供一笔丰厚的报酬 必听有钱拿吧 玛丽亚的干劲都多了几分 可随后他就听到了一句很扎心的话 因为距离宴会开始还剩下一周的时间 所以他要在七天内掌握跳舞的全部技巧 玛丽亚听后不禁捏了把汗 他想知道现在还有机会反悔吗 结果可想而知 这才第一天就已经把他折磨得痛不欲生 要是知道跳舞会这么累打死他也不会答应 他突然认为为黑豹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很快身体上所带来的疲惫感 导致他竟然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等再次醒来时已是深夜 可身上却莫名多了一条毛毯 可灵确说他发现小姐的时候就已经有毛毯了 或许是其他侍女做的 因此他也并没太过在意 然而第二天他正练舞的时候 黄太子那个老六竟然要亲自来陪他排练 虽然他知道这是迟早要经历的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伴随着音乐响起 他和黄太子配合得天衣无缝 而且这也是他初次和男人做出这么亲密的事 何况对方还是尊贵的黄太子殿下 突然他一个亮枪没站稳 眼看就要摔个跟头 黄太子健壮立即将他一把揽在怀里 就是这么一摔 正好轻上 反应过来的玛丽亚急忙退出巴掌远 他没想到那种电视里的桥段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反观黄太子这个大直男吧 只是让他以后排练的时候小心一些 说完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离开了现场 却不料刚走到门口他小脸刷一下就红了 可到第二天 黄太子这个老六又来了 玛丽亚一见到他就想到昨天发生的事 对此他表示那只是一场意外 而且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这种事黄太子也没经历 之后无论玛丽亚说什么他都只好点头答应 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 但很快他便想到今天来找玛丽亚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保护玛丽亚的安全 黄太子为此特意找了一位他最信任的人来帮助他 于是在第二天 玛丽亚特意换了一套礼服来接待客人 为首的俩人也早就听说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 他们还特意为他带了礼物 几番寒暄之后 女人自称她是黄太子为玛丽亚找的监婚人 但她还是为这次的宴会感到担忧 毕竟这可是和殿下一起跳舞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皇后一直在努力去找罗沙丽亚嫁给王主 一旦他们结婚之后 她自然会拥有对皇室更大的控制群 这种情况只会让殿下的权威大幅度削弱 这也就是为什么殿下会在宴会那天 邀请玛丽亚一起出席 更何况听说他们俩一直住在一起 还不等玛丽亚解释什么 女人就已经为她想好了之后的行程 她递出一张邀请函 想邀请玛丽亚参加她举办的一个私人社交聚会 到时候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女士都会出席 她想让玛丽亚从中得到一些经验 可玛丽亚并不觉得自己能做好 谁知女人只是挥了挥手 夫人就将一打厚厚的文件推了上来 而这正是她为玛丽亚所提供的资料 关于皇室礼仪和宴会参与者的详细信息 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及社会地位等 玛丽亚当场实话 她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皇太子 明明练武已经很累了 现在又多了这么多恐怖的资料要看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都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还好她的身边有一对活宝 照顾他们的同时也让玛丽亚减轻了一些压力 突然这是侍卫来报 说是皇太子有事在接待厅里等她 而在见到玛丽亚后 皇太子提到了监护人邀请她去私人聚会的事 为了让她彰显自身的气质 她想为玛丽亚定做一些礼服之类的 因为她想让玛丽亚变得更漂亮一些 玛丽亚还以为是她听错了 于是便再问了一遍 皇太子却不好意思地说刚才是在开玩笑 接着又以练武为由 绅士地邀请玛丽亚进行今天的排练 还要尊贵的身份 只因她治好了未来皇帝心爱的祖父 成为了专属于皇室的兽医后 在上周皇太子向她发出邀请 她想在宴会跳舞的环节开始后 让玛丽亚做她的搭档 虽然女孩最后答应了她的请求 可她做梦都想不到 玛丽亚为了这次舞会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以至于累到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本想来慰问一下的皇太子见状忍不住笑了出来 可很快她便反应过来身后还跟着个大管家 之后令她去拿一条毛毯 小心翼翼地来到玛丽亚身边温柔地为她改好 而在第二天她和女孩排练时 不经意间发生了一场意外 就像是偶像剧里面的那种桥段一样 自那之后 皇太子便下定决心不能丢下玛丽亚一人步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 她都会按时来陪玛丽亚一起练舞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们之间变得越来越有默契 可玛丽亚却认为自己光是跳舞 还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然而皇太子却对她有着十足的信心 因为在她的一生中 从没想到过有一个女孩能为她这般拼命 因此她每次看到玛丽亚显露出笑容时 都能令她感到格外的安心 就算是在处理公务的时候 她也总会想到玛丽亚 想象她现在正做着什么事呢 以至于管家为她送来报告的时候 她都还没反应过来 虽然她知道玛丽亚去了监护人的茶话会 但看到入场人员名单的时候 还是让她忍不住替玛丽亚感到担忧 之后她为管家下了一个命令 让对方在宴会开始的时候 时刻注意保护玛丽亚的安全 他们一起跳舞的时候 而在另一边 玛丽亚正跟着监护人夫人来到会所 可当他们找好位置坐下之后 她发现这里还空着四个位置 也就是说还有四人并未入场 而监护人带她提前入场的原因 也是想让她先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并假装她是客人让玛丽亚练习和她聊天 等到贵族小姐们入场之后 提前练习过的玛丽亚的行为举止也非常优雅 完全看不出来她是一个来自山村的女孩 而玛丽亚在和她们的聊天中也收到了许多赞美 虽然她对这些新鲜事感到新鲜 然而黑豹却是郁闷了一整天 就连玛丽亚亲自喂她食物也不吃了 尾巴拍地的声音好似在宣示着此刻的心情 原来是皇太子约好了陪她一起玩来着 玛丽亚安抚着这只大猫咪 直到透过窗发现外边的天气 一瞬间便理解到皇太子今天为什么没来 为了让黑豹的心情好起来 玛丽亚和她玩起了词语接龙的游戏 不料黑豹一上来就说了一个橡皮擦 宝宝们知道怎么接这个词吗 不出意料的 这也给玛丽亚CPU干冒烟了 黑豹见她这副出球的样子 心情倒是好了不少 可即使放在平时 皇太子也未必有空来陪黑豹玩耍 这时她的脑袋里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于是在晚上侍女们走后 玛丽亚就悄悄爬起来缝制起什么 即使黑灯瞎火地扎破了手指 玛丽亚也坚持缝了几个晚上 在礼物做好的时候她叫来林 想让她帮忙将礼物给封起来 林虽然见证了这几天小姐的付出 但还是好奇这是送被谁的礼物 玛丽亚大方说是给皇储的 但她希望林能为她保密 可在林抱着礼物将她放进柜子里的时候 洛伊却认为林是小偷悄悄拿了什么 而答应保密的林却不知道怎么跟洛伊解释 只是说碰巧遇到了夫人被传唤而已 然而当她询问为夫人做了什么的时候 林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好在这时玛丽亚及时出现 她没想到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视频中 会有一只老鼠敢窥探她的命名 还刚才还沉浸在幸福之中 但转眼间 她却看到了昔日的噩梦 林在前不久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茶杯 同为侍女 洛伊对她非常刁难 认为林做事总爱手爱脚的 就当林准备收拾残渣的时候 玛丽亚却表示自己有事和林要商量 便让洛伊先去收拾 不是敢从此而生 玛丽亚早就知道洛伊在欺负林 于是在林前脚刚出门 她便听到了门外传来的斥责声 但洛伊在看到夫人生气之后 她甚至还在继续挖苦林 认为她没有完成自己交给她的家务 她的心思玛丽亚又怎会不懂呢 洛伊并不是一个坏人 只是性格坦率了一些 而她又不能放纵她继续欺负林 她之所以不高兴 是因为玛丽亚在期待林 偷偷准备一些东西 于是在来到房间后 玛丽亚当着她的面打开了那个盒子 洛伊没想到夫人会理解她的感受 之后她向林道了前 两人也重归于好 皇宫里逐渐恢复了正常 但在第二天 玛丽亚牵着黑豹来到花园里散步 黑豹却突然耍起了小脾气 因为她闻到了陌生人的气味 她难以忍受这种喧闹 完全不顾玛丽亚的感受 并拽着她要回到房间里去 可在她将黑豹安顿好之后 她的身后有人高喊着她的名字 玛丽亚若无其事地回过头去 那个人竟是杰德 因为当时她自称路斯的缘故 导致玛丽亚在看到杰德后愣作 而在杰德消失的这几个月里 她找到了玛丽亚家开的酒馆 但洛丝并不是一个红发女孩 住在那里的人告诉她 玛丽亚已经外出旅行去了 杰德得知玛丽亚在皇宫的消息后 她第一时间赶了回来 只是为了和她相遇 玛丽亚只好错开话题 好奇她是怎么进到皇宫里的 杰德的心思很简单 她只是想来看看 玛丽亚在这里的生活状况 女孩却让她注意一下言辞 可杰德认为对待琴切的人 更还是用皇宫里的那套客气话 会显得太死板了 玛丽亚认为就算是王室 不也得注意言辞吗 这时她突然想到杰德能在这里 她的身份会不会就是王室呢 正如她所想的那样 杰德不久后出现在了 皇太子的接待厅里 并且他们的关系似乎非常好 几番寒暄后 皇太子好奇她这次旅行 怎么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文言杰德看向窗外 表示她遇到了一个迷人的女孩 而且缘分让他们在皇宫里相遇 她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 皇太子时去地表示 有空一定要介绍给她认识一下 可在杰德道出玛丽亚的名字时 皇太子的表情阴沉 其中还带着某些抑郁的愤怒 宴会开始的那天 玛丽亚穿着盛装 陪同监护人夫人一起出席 而她自然成为了这场宴会里的焦点 贵族小姐们对她十分恭敬 玛丽亚已经忘了对方是谁 经过监护人的提醒 她才知道这是玛格丽特夫人家的女儿 面对这种友善的人 当玛丽亚和她聊天时 她也会感到愉悦 在这个时候 她意外地发现杰德出现在了会场 所有人都称杰德为殿下 这让玛丽亚更加断定 他是来自一个水准布丁皇室的少爷 在看到玛丽亚后 杰德热情地跟玛丽亚打着招呼 贵族小姐失去地离开了 杰德注意到玛丽亚似乎有些紧张 表示把她当成在海上认识的那个男人就行了 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 玛丽亚要求杰德和她拉钩约定 承诺之后不会对她产生任何惩罚 随后杰德目睹了皇太子入席的场面 她的脸上毫无热情可言 而她这个现象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现场 有着一个对她来说非常特别的存在 然而她根本没理会一旁的皇女 当着她的面走到玛丽亚面前 并且诚心地邀请对方 这位美丽的小姐 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玛丽亚这段时间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自然也是为了迎接今天的到来 不出所料的 这个举动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关注 然而这并未影响到他们 成为现场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在那之后 皇太子告诉玛丽亚 想玩什么就尽情地玩 若是玩累了 就到二楼的露台去休息 玛丽亚有些好奇 为什么非得去露台 这是杰德抓住机会 向玛丽亚发出了邀请 希望能和她跳一支舞 皇太子也只能静静地注视着他们 目前玛丽亚并不属于她 但她此刻的心情 却比吃了屎还要难受 不久后 玛丽亚独自一人来到露台 她未曾料到今天的进展 竟然如此顺利 突然 露台的门被人推开 来人是皇太子殿下 玛丽亚这才意识到 皇太子让她来这里休息的原因 只是为了能更快地找到她 然而在见到玛丽亚之后 皇太子却让她整了一下 让玛丽亚跟她去某个地方 之后她一个翻身跃到地面 这番操作让一旁的玛丽亚惊呆了 她从未想到 皇太子竟然有一天会翻墙逃课 这时皇太子让玛丽亚也跳下来 并表示会接住她的 显然这对玛丽亚来说 是一道多么大的坎 可在皇太子的一番怂恿之下 最终她还是鼓起勇气爬上围来 大喊一声壮胆之后一跃而下 稳稳落在皇太子的怀中 虽然不明白皇太子要带她去了 但这个男人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 而皇太子在看到女孩跳下来的那刻起 她看向玛丽亚的眼神已经发生了改变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罗莎丽亚皇女看得清清楚楚 她认为是玛丽亚取代了她原本的位置 这也是皇太子会忽视她的原因 仅是一瞬间 她便对玛丽亚产生了浓厚的敌意 将不起眼的盒子当作礼物送给了皇太子 然而皇太子却十分珍视这份礼物 因为这是她心爱的女孩送给她的 当她从礼盒中取出东西时 礼盒内的信封引起了她的助力 上面写着对她的生日祝福 感谢她这段时间的付出 让她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虽然玛丽亚自己很渺小 但她仍想为皇太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希望这套睡衣能在寒冷的冬天 为她带来一丝温暖 这套睡衣可能看起来很奇怪 但玛丽亚保证穿着绝对柔软舒适 看完信后皇太子温柔地笑了 她令人备好了热水 已经迫不及待想在洗完澡后穿上睡衣 然而在第二天早上 玛丽亚才刚睡醒 玛丽依旧急匆匆地前来报告 说是女王陛下现在要召见她 而就皇后的名声她俩都早有耳光 玛丽亚虽然有些害怕 但还是盛装打扮了一番 在见到罗莎林后 玛丽亚的见面里完美地挑不出一丝毛病 当看到罗莎丽亚也在场时 她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因为在皇太子的生日宴上 玛丽亚可是抢走了原本属于她的戏份 尽管玛丽亚非常谨慎地处理了谈话 并按照皇室的习俗送上了见面里 但罗莎丽亚还是走到她面前 没给她反应的时间 狠狠地扇了她一个耳光 她认为玛丽亚在宴会上羞辱了她 由于身份地位上的悬殊 玛丽亚选择了忍耐 这时罗莎丽亚在一旁表示 你这么做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 她对罗莎丽亚的举动感到非常失望 鬼使神差地替罗莎丽亚向玛丽亚道歉 她早就听说玛丽亚治好了黑豹 还成为了属于皇室专属的兽医 但这并不影响她威胁玛丽亚 知道成为皇子的第一个舞伴意味着什么吗 然而玛丽亚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因此她很清楚罗莎丽亚的意思 皇子的推荐下 才会被特邀请成为皇家的兽医 并且她严格遵守了规定 并向皇太子表示出了足够的尊重 你若只是被愤怒冲昏头脑耍起了花招 皇太子知道你的这一面会怎么想 罗莎丽亚气得无话可说 这暂时的胜利是属于玛丽亚的 但她此刻思索起来 自己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她为了最初的愿望牺牲了太多 从而引来的太多麻烦 在玛丽亚回到房间之后 林在第一时间端来了消肿的冰带 皇太子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玛丽亚的房间 她不敢相信皇后会如此明目地对她动手 而这一切的原因都在那天对待罗莎丽的态度 她向玛丽亚承诺 保证会让她得到双倍的惩罚 然而玛丽亚温柔地告诉她 她并没有傻乎乎地被她欺负 而是已经警告过罗莎丽亚了 但凡心里有点负罪感 此时此刻如果有人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 心里都会感到非常难受 于是她决定先补偿些什么给她 她提议晚上带玛丽亚去市场游玩 玛丽亚自然接受了她的提议 两人很快来到了一家饭馆 玛丽亚好奇地问皇太子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 于是她给女孩谈起了小时候的经历 因为从小就被分为皇子的原因 再加上外表的衬托下 她感觉全世界的同龄女孩都被她迷住了 她才找到了这个避难所 玛丽亚得知这个小秘密后 心情倒是好转了不少 吃完饭后 他们去了很多地方 直到走到了一个占卜屋 玛丽亚早就听说这个世界存在着魔法 因此她对这家占卜店十分好奇 皇太子宠溺地表示 你若感兴趣尽管去玩就是 之后占卜是热情地邀请了玛丽亚入座 并说出了那句熟悉的开场白 你想了解自己的未来吗 玛丽亚好奇地问 请您帮我看看未来的财运吧 占卜是将双手放在水晶球上练起咒语 水晶球紧过了一秒就变得暗淡无光 而在身后的皇太子察觉到了异常 玛丽亚 没有未来 于是在回到皇宫后 皇太子迫不及待地查阅了历史中 水晶球一秒后熄灭的案例 因为在历史中只会出现两种情况 要么是这个人激怒了上帝 因此占卜是无法预知他们的未来 另一种是讲述了 从其他世界穿越过来的人 占卜是也无法偷窥他们未来的命运 但对于这个 带他从寂寞中走出来的女孩来说 他认为玛丽亚应该是穿越者之一 这一天的时间内 这个来自偏远小镇的女孩 就收到了两次邀请 一个是来自家人的问候 上面的文字让玛丽亚回忆起家乡的风景 同时也写满了爸爸妈妈的支持和关心 就连妹妹露丝也提到了她 希望她能计划着回家 早日回家陪陪爸爸妈妈 另一封信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寄信人是罗沙利亚 上面写着她的狗狗生病了 希望玛丽亚能上门给她的狗狗看病 虽然清楚这是罗沙利亚又想新招为难自己了 但在给动物看病这块 玛丽亚丝毫不慌 很快 另一间房子里 罗沙利亚让人抱来狗狗 并描述着她的一些症状 小狗不愿意吃东西 甚至排便时还会负血 而在狗狗张开嘴后 她的口腔内传来一阵恶臭 于是她问狗狗 你刚刚吃什么了 真相却是 罗沙利亚把她饿了好几天 她实在是太饿了 因此不得不吃掉那些坏掉的面包和鸡肉 而此她的主人是海文娜 是罗沙利亚的姐姐 因为工作的原因才会暂时让她照顾狗狗 马利亚听后立马扎毛 问她为何要给狗狗吃过期的食物 罗沙利亚听到这种话后 也是第一时间站起来反驳 她认为马利亚实在胡说 可在对方说出狗狗的主人 其实是您的姐姐这种话时 她慌了 因为她清楚海伦娜会怎样惩罚 虐待她狗狗的人 看着罗沙利亚的嘴巴张得老爸 马利亚叹了口气 让侍女将狗狗送到海伦娜夫人娜 并嘱咐为小狗准备一些清淡的食物 当着罗沙利亚的面 让她看管好自己的狗狗 自己手里可是有其他人 虐待她狗狗的证据 而那份证据 自然也就是罗沙利亚写的那封信 在侍女走后 小狗的事处理完 马利亚是一秒钟都不想再待在这里 而对于她缺乏对马利亚的医术认知时 德利克这位顶级客户 马利亚十分乐意让她和罗沙利亚坐下来谈谈 说完把门摔得老大声离开了 反观罗沙利亚 她的内心崩溃了 如果真相被传到海伦那手里 就意味着她失去了王子妃的资格 同时她在家族中的名声也将永远被玷污 可这丫头吧 没两把刷子却还要偏偏把一切都怪罪在马利亚身上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杰德的旅行也迎来了终点 最遗憾的是 她才刚找到那个心爱的女孩 明天就不得不起身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而她又不能将马利亚给带走 于是在留在这里的最后一刻 她提出让皇子给她放几天假的请求 据她的了解 马利亚和她的家人只能通过书信的方式来交谈 杰德去过那个小镇 她希望马利亚能回去陪陪她的父母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是因为杰德选择了让步 她认为真的在乎一个人不该是束缚她 马利亚不应该只局限于只为做皇子的兽医 这是皇子打断杰德 她清楚杰德对她也是这种感觉 所以并不建议把她从脑海里赶出去 杰德心想这小子脑子里想了什么 我都让给你了你还跟我提这种建议 而接下来杰德的话也是导致两兄弟决裂的关键 在整个拉尔森王国中 有一个人是你不能统治的 而那个人他就站在你身边 毫不意外的 字面上的意思狠狠地甩在皇子的脸上 第二天早上离别之时 杰德还是没忍住最后找到马利亚 她心烦意乱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要分道扬镳 但她相信他们还会再见面的 临行前杰德送给马利亚一个盒子 这让没准备礼物的女孩感到十分抗拒 杰德却认为能在旅行中和她相应 这就是马利亚给她最好的礼物 马利亚不好意思地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颗璀璨的红宝石 就因为马利亚的头发也是红色 杰德认为她带着这个应该会很漂亮 另一个就是上次在船上同样的晕车药 说不定日后你会用到这个 当然她也不会忘记那段美好的时光 马利亚难以描述此刻的感动 她非常庆幸能在途中和杰德相遇 这不就很有意思了 说你呢 学着点 而杰德还准备了一份礼物 告诉他皇子给你放了假 可以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了 这份兴奋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马利亚在房间里收拾着行李 在看到陆丽的时候 她激动地将自己要回家的消息分享给了她 一开始还以为杰德是在跟她开玩笑 直到她去询问皇子 本不想同意的皇子最终同意了杰德的提议 但她又表示得十分抗拒 抗拒让马利亚离开这里 所以这一开始让她十分困扰 可在马利亚收拾好行李的那一瞬间 房间的大门被人推开 接着就传来了一阵阵脚步声 原来是皇子为马利亚准备的礼物 她想为马利亚的家人送上一些不敬意的小礼物 这么多东西你让一个女孩子怎么拿走 于是皇子便提出要送她回家 原本她也打算去附近的地区旅游 小路是没信的 但马利亚却相信了 于是还没出发 马利亚就为皇太子谈起了家乡的一些风景 自愿做起了皇太子的向导 女孩即将离开之际 平日里内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皇太子 竟然愿意为她放下高贵的皇冠 甚至为之撒了个谎 声称自己要去周边的地区旅游 从而顺路护送女孩回家 这也足以证明她对女孩的深情厚意 不愿意让她离自己而去 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陪伴在女孩身边 让她始终保持微笑的人 然而身为皇子的身份 有些事情是注定无法改变的 她很清楚这个身份所带来的限制和束缚 尽管如此 她仍然坚定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支持女孩 给她带来幸福的人 在马车上 皇太子向女孩询问 如果我说我要结婚了 你会怎么想 巴利亚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表示会以源自内心深处最真挚的助你幸福的 在收到女孩的回复后 她有些失望 原来她对马利亚的感觉也是相同的 她是多想永远待在她身边 不久马车也终于行驶到女孩的故乡 当踏进这片熟悉的土地 空气中那亲切的味道将女孩唤醒 然而皇太子却表示 她会派人运送那些行李 但她有些私事需要处理 无法陪同马利亚一起探望叔叔阿姨 听到这个消息时 马利亚不禁发出灵魂的疑问 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影响了皇太子的休息 然而 对于皇太子来说 这样的小事并不足以成为影响 在不久之后 酒馆里堆满了各种精美的礼物 老两口从未见过如此贵重的物品 他们不禁开始担心女儿在外面究竟经历了什么 就在这时 妹妹露丝走了过来 说话的语气让人感觉到一丝寒意 她固执地认为这些奢侈品是姐姐从别处偷来的 对于妹妹的恶劣态度 马利亚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而露丝不但没有收敛 这时爸爸第一时间对露丝进行了批评 他们虽然没有认可到露丝的话 但是这些贵重的礼物却无法掩盖他们的猜想 马利亚只好找了一个理由 养识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贵族夫人的认可 临行前她才收到了这些礼物 老两口没有多想 很快就相信了女儿的话 妈妈还不忘托马利亚给夫人带话 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女儿 在和家人进行了一番温馨的问候之后 或许是由于旅途的疲惫 最后马利亚抱着狗狗进入了梦乡 然而在马利亚的梦中 太阳呈现出诡异的红色 她身处一个荒凉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氛围让她感到窒息 紧接着一望无际的火海向她涌来 在梦中她不断地奔逃 终于在跑了一段距离后 她看到了出口 由于没注意到地上的石头 但她倒在了离出口很近的地方 在不久之后 马利亚从噩梦中惊醒 直至五分钟过去了 她仍然没有从惊恐中恢复过来 小狗似乎察觉到了房间里的某种不祥之兆 这才导致马利亚做起了噩梦 她突然感到浑身的寒毛树里 于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马利亚决定开始打扫起了房间 当她清理到床底下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名为《马利的日记》 她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日记 马利是妈妈的名字 她在书中被记录为一名神殿的祭祀 令人意外的是 身为祭祀的她竟然结了婚 更令人惊奇的是 书中的妈妈和她一样拥有着某种奇特的能力 据说只有诚恳的祭祀 才会被上帝赐予这种力量 由于马利对妈妈的身份和经历并不了解 她决定亲自去与妈妈交谈 以获取更多关于自己的身世和能力 而那本日记记录的正是妈妈的过去 在谈话中了解到 妈妈是因为丧失了某种能力而不得不辞职 然而有一天 她做了一个梦 梦中马利亚成为了她的女儿 与其说这是一个梦 不如说是一个预言 因为妈妈坚信这就是未来的预示 关于马利亚做的噩梦 妈妈认为这是未来事物的预兆 当上帝赋予人们这种力量时 她也会给像玛利亚这样的人 打上监视者的标记 上帝希望拥有这种力量的人 能够关爱更多的人 时刻关注他们的行为 因此 妈妈认为玛利亚的噩梦 是上帝交给她的任务 让她关注并保护周围的人 玛利亚此刻的状态非常低落 她从未像今天这样无力 或者说她从未幻想过得到上帝的宠爱 因为她深知自己的灵魂 并不属于这个地方 属于种种原因 她被逼无奈成为皇子 为了避免他人对她的评价 她试图封闭自己的感情 然而在某一天 她最爱的宠物生定了 一个女孩信誓旦旦地来到她的面前 并表示绝对可以治好她的 看着女孩那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这是她平生第一次 对一个平民女孩产生了兴趣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渐渐对女孩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由最起初的欣赏变成了深沉的爱 然而爱于皇子的身份 那份爱变得越来越沉重 而那个她所在意的女孩 却在某天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因为这位领主有着一个独特的品号 她的妻子有着一头美丽的红发 然而不幸的是 她的妻子却因为一场意外永远离开了她 有传言称她想再找一位红发的女子为妃 罗沙利亚此次来到这里的目标 仅是为了给这位领主提供关于玛丽亚的线索 然而这位领主也并非傻子 她不理解皇室的人为什么会帮她这个忙 即便如此 这仅仅是罗沙利亚找的一个替罪羊而已 还没等对方同意 她便自顾自地带来援手准备榜票 声称你一定会喜欢我为你推荐的人的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毫不知情的玛丽亚还沉浸在与妈妈的对话中 她对那本日记里的内容仍心存疑惑 但生活总要继续的不是吗 于是她和小狗商量后 决定去面包店买些面包回家 幸运的是 店里的面包已经卖完只剩下一个 当她正高兴地准备拿走最后一个面包时 却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皇太子 得知皇太子处理完了所有事物 暂时还未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趁着仆人休息的间隙才在小镇上闲逛 玛丽亚得知这一情况后 便提一带皇太子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 她表示她的家人一定会欢迎皇太子的 皇太子最后也没有推脱 得知贵族的孩子要来 妈妈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子美味的菜肴 爸爸由衷地感谢夫人赠送的贵重礼物 并表达了对夫人的敬意 皇太子听后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望向玛丽亚 为了不露出破绽 玛丽亚急忙转移起了话题 当露丝看到姐姐和皇太子那般亲密的举动时 她的表情非常不悦 因为她从小到大认识的那个玛丽亚 一直都是那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她还从未见过姐姐如此慌张 因为在小时候 她曾直接夺走了玛丽亚正想看的书 而玛丽亚也总是谦让给露丝 似乎家里的人们也都更喜欢玛丽亚一些 可是有一天 当露丝准备向心爱的男孩告白时 她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她的初恋竟然喜欢上了她的姐姐 为了报复玛丽亚 露丝几乎霸占了玛丽亚所有的新衣服和零花钱 然而玛丽亚总是保持冷静 从不与她生气 而是始终带着微笑和露丝一起生活着 然而在某一天 她以姐妹的身份让玛丽亚为她采摘一片新鲜的树叶 但是她心怀不轨从中使坏 导致玛丽亚从楼梯上摔落下来 昏迷了整整一周的时间 当玛丽亚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发现原本那个总是谦让着她的姐姐变了 现在她会要求露丝家务均分 甚至拒绝了从前一系列无理的要求 更是在几个月后 玛丽亚突然决定去旅游 就这样消失了几个月 与此同时 这些故事被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准备绑架玛丽亚的同肺 在她的姐姐消失了几个月后 她带回了许多奢侈品和一个贵族男孩回家 正如所想的一样 露丝与他们勾结的原因 仅是想着教训一下玛丽亚出气而已 然而她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可能她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多严重